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凱瑟琳通行證的剪評 最近水神救我都改用凱撒去剪 而凱撒水獸隊我都會放通行證摸羊 這次夢魘我用打擊打的時候 也有用到通行證沿襲 四拳行者雖然說我個人還沒用過 但解暴風畢竟是很稀有的技能 而且他還有修飾盤面的能力 配合定版用的話可以有更多樣的發揮 通行證主卡平均數值很高 而且就算不買通行證也能入手 因此就算是不想買通行證的玩家 也強烈建議入手每一張通行證主卡 我說平均數值高 代表不是每一張都強 而是幾乎每一張都很強 但難免會有幾張比較尷尬 當初的通行證光媚我就覺得很尷尬 這期的凱瑟琳 我也覺得很尷尬 先看凱瑟琳的主動技 CD6的牌珠 然後首批落珠會讓六種珠子必定相連 六種珠子必定相連這件事情 會讓人想到天女獸的第二批落珠 但其實運作機制差蠻多的 為了方便觀察 我會配合首削全版的技能 天女獸的第二批落珠長這樣 它的運作機制很簡單 以左上角為起點 從左至右 從上至下 水火目光暗星會依序排列 天女獸這條隊伍技的敘述是 是很少出現的能力 我直接實測一次 看看首批落珠會長什麼樣子 它的運作機制比較複雜 以右下角為起點 水火目光暗星會依照順時鐘方向排列 其實前陣子MH有更改過 這種強制落珠必定相連 主動技的運作機制 現在看起來就是為了凱瑟琳去改的 坦白說這個效果我覺得很難用 因為會牽扯到很大的運氣成分 在首削全版的前提下 直觀上來講就是會多消一點珠子 平均來說可以多4G左右 而且考慮到排列方式 水珠與青珠消除的機率會比較高 但它是讓掉落珠子畢竟相連 雖然我說水珠與青珠消除的機率比較高 但如果某種掉落珠子不到3顆的話 你也消不掉 畢竟這招沒有改變落珠 只有改變排列 真要說的話可以配合其他改變落珠的技能用 像幻化妹子 以幻化木妹來說 主動器會讓手劈落珠變成木珠與青珠 但沒有必定相連 配合彩色靈主動器的必定相連效果 可以讓手劈落珠變得很漂亮 但講真的 這做法我覺得效率很低 真的要多消一點木珠又更高C的話 我會直接用紫龍祭二 而且以需求來講 木仁本來就不缺排珠 泡月有雙祭 排珠還條件CD3 龍卷也是CD6 他的排珠是跨兩回合 還有各種實用效果 戴安娜也是CD6 還帶有解實化與集倉效果 凱色靈主動器相效的時候沒什麼賣點 落珠平均來說可以加4C 但木仁根本不缺加C的手段 真的要加C的話 我直接關木屋就有8C了 我個人覺得 六種珠子必定相連的效果 改成下馬C主動器那種落珠會好很多 至少是無運氣成分的 在手銷全版的前提下 還可以穩定加6C 不過通行證主卡畢竟是免費的東西 因此建議還是練到50等拿一張 而且通行證還會送你不少資源 這期的通行證武裝就比較有趣了 之前我才說通行證武裝的三維加成 我不會特別琢磨 因為都會是血攻回各5% 但測試居然改成血攻回各10% 攻速打領也不是這樣吧 不過坦白說我還蠻開心的 被這種方式打臉的話我非常樂意 我真心沒想到MH會改通行證武裝的三維加成 假設以後每一個通行證武裝 三維加成都是血攻回各10%的話 那我覺得通行證武裝的價值會高不少 不過武裝龍客這種東西 被動能力才是主要的考量 三維加成我覺得只能算加分用的 以通關的必要性來說 三維加成偶爾會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但頻率相對不高 然而被動能力常常會是關鍵 先不考慮腐化武裝這種特殊的情況 進場減CD與高效益擊傷 常常會是高難度關卡通關的必要條件 像這次戚風災二 火把與戰友持有裝備捲虛盒 捲虛盒有進場CD減二的效果 再配合烏圖進場CD減三的話 火把技合跟持有主動就會變成進場CD一 而WAVE1-1的火妹進場CD二 因此技能會剛好跳起 連一回合的容錯空間都不允許 當然像凱薩這種 容錯空間極大的隊長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既然武裝龍客的被動能力這麼重要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次通行證武裝的被動能力 進場CD減二 蕭六種珠自身1.5倍 對水屬敵人自身1.2倍 一個輔助型被動配上兩個輸出型被動 進場CD減二的能力我覺得很棒 雖然說牧人專用的輕羽弓 也有進場CD減二的被動 但輕羽弓畢竟沒有血量加成 蕭六種珠自身1.5倍我覺得有點尷尬 跟其餘的英雄服一樣 條件太嚴格 且效益不夠高 其餘的英雄服的問題在於 30例這個條件不好達成 但隊長自帶弱珠的話就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魚比要求消除6種珠子 以現在生態來說 白夜叉能輕鬆滿足 畢竟主動技會轉出6種珠子的盤面 輸出型被動對輔助角來說意義不大 因此要裝在集傷角身上才比較不會浪費 考慮牧人集傷角的話 不管是美索還是浩月都很適合 而且這兩張卡都不是單純的集傷角 美索就算不考慮集傷也是很強的結板 浩月就算不考慮集傷也可以排出 魚比被動進場CD減二 白夜叉再讓人類進場CD減二 因此CD5的牧人會變成進場CD1 以白夜叉常用的牧人來說 把魚比給牧屋的話我覺得有點浪費 畢竟牧屋的集傷效率只有1.5倍 不像美索、浩月都在10倍以上 因此牧屋還是以輕語弓或蛋糕為優先 除非隊伍沒有其他人搶魚比 隊長如果不是白夜叉的話 削六種租這個條件就會比較難達成 可能要配合亞瑟記憶或是泳裝艾莉亞 這種保底六種的定板才能達成 不過原則不變 牧人集傷角優先考慮魚比 如果隊伍沒有牧人集傷角的話 再考慮給非集傷角的牧人 以牧人來說 雖然說水瓢也是個不錯的選項 但畢竟水瓢沒有進場減CD 三維加成也都是血攻回各10% 魚比還是有不小的競爭力 因此這期的通行證武裝我覺得值得投資 以現在環境來說 很適合給白夜叉隊伍的牧人 美索、浩月、木暮都很棒 特別是美索與浩月 如果你是小顆玩家的話 強烈推薦入手一顆 更別說購買通行證還會給你一堆資源 以上就是我對這期凱瑟琳通行證的想法 下部影片我會介紹烏女一轉的簡評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